谁也没想到 《上海滩》播出33年后 再看四大主演近况 天差地别 第一位 男主角许文强的扮演者周润发 发歌在影坛是传奇般的存在 一生获奖无数 在香港乃至好莱坞享有很高的地位 如今发歌68岁了 最近几年很少拍戏了 周润发和妻子携手相伴一生 没有孩子 创办基金会 宣布百年之后将自己全部身家捐出 第二位 女主角冯澄澄的扮演者赵雅芝 参加香港选美后 又凭借《上海滩》被人熟知 后又拍了《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 火遍大江南北 赵雅芝在全球华人世界有广泛知名度 也是一名传奇影星 如今70岁的她早已吸引多年 但容颜保养非常好 被称为不老女神 她有两段婚姻 三个儿子 生活很是幸福 这几年她也时常参加综艺并拍摄短视频 吸引一大批粉丝 第三位 男二号丁丽的扮演者吕良美 当年凭借在《上海滩》一句一句成名 如今67岁的她非常自律 保养很好 如动龄青年 与第三婚妻子恩爱有加 第四位 冯承承父亲 冯静瑶扮演者刘丹凭此剧让人熟悉 后来在《射雕英雄传》扮演红七公成了她最经典的形象 《射雕英雄传》一连拍了不同版本 她都是扮演红七公 如今75岁的刘丹 已经当爷爷 她基本已退圈 专心为儿子刘凯薇带孩子 家人们 你看过《上海滩》吗 你喜欢哪个角色呢